谈点X战警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电影《金刚狼》一里 剑齿虎曾和史崔克上校达成合作关系 剑齿虎帮史崔克扎补变种人 提供给他进行实验 作为回报 史崔克上校必须给剑齿虎注入 跟金刚狼一样的爱德曼金属 从而帮助他提升力量 可是当剑齿虎扎补过一定数量的变种人之后 史崔克上校却拒绝给剑齿虎注射爱德曼金属 从这一点里也可以得知 虽然剑齿虎在电影的设定里 战斗技能和力量都强于金刚狼 但是他的自愈能力却比不上金刚狼 无法承受住爱德曼金属注射时 所带来的巨大伤害 知识二 在电影《X战警》第一战 作为反派登场的白皇后 凭借着颜值和身材得到了不少粉丝的青睐 让许多粉丝对他印象深刻 而白皇后除了美丽的外表之外 他在设定里也是一个相对特别的变种人 因为在《X战警》宇宙里 大部分的变种人都是只拥有一种能力 而白皇后是少有的两种变种能力拥有者 在正常形态下的白皇后 拥有媲美X教授的心灵感应能力 她跟X教授一样 能够入侵别人的思维 窥探对方的记忆 而白皇后变身之后的状态是全身钻石化 这个状态下的她坚硬无比 不仅可以防御物理攻击 也能够免疫精神层面的伤害 虽然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之下会出现裂痕 但是这个裂痕很快就会恢复 知识三 在电影《金刚狼2》里 作为反派登场的毒蛇女 也是惊艳了不少观众 其实在漫画的设定里 她的称号是《葵蛇夫人》或者《九头蛇夫人》 而且她还是《九头蛇》的高层领导者之一 但在电影里的毒蛇女 更偏向于漫画里《葵蛇夫人》这个称号 没有提起她《九头蛇夫人》或者《九头蛇》高层领导者的身份 之所以会如此 主要是因为在电影《宇宙》 因为版权的原因 无法提起她《九头蛇夫人》的这个身份 知识四 拍是在电影《金刚狼2》里 在电影的结尾 金刚狼差点被身穿银武士机甲的狮智田侍郎夺走自愈能力并打败 最后只能在真离子的帮助之下 在极限反杀了狮智田侍郎 可见了这套银武士机甲的强大 但是其实在漫画中 银武士是一个名为原田剑衣的变种人 他的能力是可以操控光速离子 当他将能力用在剑上之后 就可以轻松地斩断爱德曼金属 在电影里也保留了类似这样的设定 但是却把银武士和原田剑衣分别设定成为了两个角色 电影里的原田剑衣就是这个爱慕真离子的舔狗弓箭射 知识五 在电影X战警力转位来救的时间线里 地球上95%的变种人已经被哨兵机器人消灭殆尽 变种人也几乎走向灭亡 而创造出哨兵机器人的 正是这个名为波利瓦尔特拉斯克的科学家 在设定里 他之所以会创造出这种专门猎杀变种人的机器人 主要是因为他在研究人类的基因时发现 如果让人类和变种人这样正常的发展下去 人类将会被变种人取代 并最终走向灭亡 所以为了保护人类 他才创造出了专门猎杀变种人的哨兵机器人 知识六 无论在X战警电影宇宙里 还是在漫画里 是追客上校都是变种人最强大的敌人之一 而在目前的X战警电影宇宙里 一共出现了三个版本的是追客上校 他们分别是《在逆转未来》和《天奇》 刘乔什·赫尔曼饰演的青年式追客上校 在电影《金刚狼》一里 刘戴尼·休斯顿饰演的中年式追客上校 以及在电影X战警二里 刘布莱恩·考克斯饰演的老年式追客上校 虽然使追客上校一辈子都在致力于扎补和打击变种人 可他的儿子却是一个强大的变种人幻象大师